最近一个星期,股市淡有应该输到怀疑人生,什么财经分析,全部看来都是财经解释,美国总统大选任何结果,总有办法演绎成对市场最佳的结果,经此一役,应该体会聆听市场的真谛,死牛一边颈尋找资料数据及他人评论,来支持本身的看法,到头来市场原来完全不与理会,随时会因为偏执而输死。 中国出口强劲,对美贸易仍余比起四年前特朗普入主发工时更高,证明表面强硬的政策收效甚微,当然主因是疫情影响,令到中国制造的重要性提升,预期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可能会手松,所以明显航运股及工业股向上突破,短线动力相当澎湃,应该尚有一段蜜月期。 顺势投机的话,仍然可以考虑追买,不过长线仪然就要小心,特朗普硬桥硬马,执行能力却极低,针对中国之外,同时也得罪不少盟友。 相比之下,拜登可能更有效围堵中国,上任之后其中一个首要任务是重新加入TPP,已经可见一班。 几个月之后,中美关系有机会再次紧张,有智慧不如趁势,中港股市始终是主场,近期又赢开有本,所以继续炒住先,尤其是汽车业销售理想,加上电动化概念,相关零部件生产商,希望能够复制智能手机供应链的成功。 虽然长线是有顾虑,顶多是形势亦转时指示撤退,没有理由一美死守,放弃趁火打劫的机会,假如认同有围堵中国的风险,就要开始做定功课,好好研究其他新兴市场的机会,避免过分以重中港股票,以免一旦中国被市场看淡,私人读潮水的话,戒时会挨得颇辛苦。 总统换届始终是不明朗因素,四年前特朗普上台前后,市场的判断出现天渊之别,拜登历史重演一点也不出奇,永远应该提前做好准备,时刻为自己留一条出路,努力做好打算,天下太平的话当然是徒劳无功,总好过出事之后手忙脚乱,毫无计划,结果几乎一定是反应不及,错失撤退的机会, 然后舍不得一美死守,不幸的话就等到天方地老,现时的环境绝对要居安私危,短线跟草之余,也要做定长线准备。